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一个反弹 切换到一小时突如比特币突破 这一个之前跌破的一个支撑 收回去上方出现这样的一个反弹 比特币在今天早上出现了一个倒锤 那这个是一个看空的价格行为 我们从这个高点拉Fibonacci到低点 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比特币受阻 是在Fibonacci 0.618的 就非常的漂亮 这个下点呢 大家可以特别去留意这一个支撑阻力 可以看到之前呢 是多次支撑位于这一个位置 回到四小时图 这几个位置就是比较关键的 那如果你要交易 可以留意这几个位置 那刚才所讲的就是这一个支撑 那在昨天影片讲的是 这个下方的一个支撑 而阻力的位置是目前的这个阻力 那还有就是上方的这个阻力 这四个点位呢 都是值得去留意 有什么交易机会的 那要是说后续的这个比特币 下跌到了这个位置 获得了支撑反弹 那如果它可以突破这个阻力 那持续的往上去涨 当比特币上涨到了这个位置 就很关键了 你看它是之前很关键的支撑阻力 互换位 而且我们从顶部这个位置 拉Fibonacci到底部 你可以看到0.68也刚好位于这个位置 所以不管后续的这个比特币 是怎么去走 那如果你要进行交易 就是你可以留意这四个 很关键的位置 比特币位于周图 大家可以看到 比特币都还是在盘整的一个区域内 所以在小时间级别 你可以看到也是蛮严重的 这个震荡的一个行情 所以是不容易去进行操作 那如果真的要进行操作呢 就像我刚才讲的 关键的位置 可以特别去留意 那最主要就是你的这个仓位 一定要做好 最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行情呢 小仓位去进行操作就好了 还有就是不要太平密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仪台 感谢大家的点赞还有观看 可以使用我的链接注册账号 新用户KYC充值100美金 就送你30美金的现金 可以体现出来或是作为交易 还可以以bybee的这个交易量 免费兑换金群 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客服 那如果你的户口是持100K美金的 赶紧联系我们 因为我们会送你这个特别福利 就是把钱送给你 好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 我们现在去看仪台 我们来看仪台的四小时图 在昨天的影片有提到 就是有两个支撑线可以去留意的 但仪台都没有 就是下跌到这个支撑线 出现了一个反弹 那近期的这个走势 真的是比较难去捉摩 那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以太在这个位置都有六天的时间了 以太反弹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阻力 可以看到之前的这个支撑阻力互换位 就是位于这个位置 你看之前就是挑战了很多次的一个支撑阻力互换位 所以现在的这个以太就是位于这个位置受阻的 如果说后续真的是要出一个方向 那他必须要就是突破稳在上方 最好就是把前高的这个阻力线也给突破 那后续才可以看到以太持续上涨到这个阻力 切换到以太的一小时图 我们把之前的这个前高点的一个阻力给划出来 那你可以看得到现在的这个以太是受阻在这个位置的 而且他受阻在前高的这个位置之后 再一次挑战的都还是受阻没有成功突破 而且跟比特币一样 就是他第二次受阻的时候是出现了一个倒锤的 所以如果说他接下来有出现回调 那就是他还会在这个区域里面去进行这个盘整 所以以太我在这个位置开了空 但如果说他后续持续的上涨 那我就止损我的这一张空单 因为盈亏比来看的是还不错的 好那比特币和以太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我们就看后续的这个比特币和以太币会怎么去走 那关键的位置都很值得去留意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这些都不是投资建议 只是作为参考 拜拜 Nikki带你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 DNF 大家一起飞 Nikki带你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 DNF 大家一起飞